在昨天的节目中 因为父辈们留下的一处房产 龚家三姐弟和堂妹龚小妹之间 争得不可开交 这个房子从我出生开始 我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 这套有争议的房产 曾经是兄弟互住的见证 当年龚家奶奶出钱 龚家大伯出力 堂妹一家才有了这套住房 龚家是个大家庭 父辈们曾经互帮互住 手足轻生 这个大哥是这个 好人 他是这个 对这个兄弟子里都比较关重 我们都住在一起 他们的小孩都在那里长大的 有感情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父辈们纷纷离世之后 这个曾经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开始变得人情冷漠 堂妹和龚家三姐弟之间 互不来往已经十多年了 我们房子给他住了 他不跟我们来玩 大家之间也是相互有点隔阂 他也不亲近人家 这里也没有亲近他 就所以就越疏越远了 房子成为阻隔龚家人亲情的一道屏障 关于父辈们留下的这套房产 金牌调解团队的律师和观察员们 分别从法律 情理和亲情的角度 给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不料在最终解决这套房子 到底归谁的问题上 龚家三姐弟意见不同意 原来龚家三姐弟表面上一致对外 要收回堂妹实际控制的这套 有争议的房产 而三姐弟内部也是暗流涌动 矛盾重重 他们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 父母留下的遗产 三姐弟至今还没有分割 龚家三姐弟认为 首先要解决的是 和堂妹之间的房产纷争 在此基础上 再来处理他们三姐弟之间的 遗产纷争 我已经开口说了十万 或者我在网上再加一点 遗产之争错综复杂 每个人都各怀心思 曾经清情浓厚的龚家人 为何走到了今天 四分五裂的地步呢 现金是多少 现金是一十八万 我觉得有五六四万 五六十万 这个差距不是一点点 那么在你们的身上 为啥这种家族的美好传统 就消失了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消失的大爱 下集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我的诉求就是要通过金牌调解 来处理我们家庭的遗产纠纷问题 现在不解决 这么好的机会 不解决的话 留的下一代 是吧 就更不好解决 对 从你们公家来说的话 现在父母都不在了 你也看到了 这些遗留问题 带来的一些家庭当中的 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希望说 在你们这一代 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 明确掉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就是按照现有的房产 跟着存款了 这两部分 希望就是公正公平地来解决吧 我不知道这个在大哥这里看来 是什么个概念 完全的公平是没有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 父母留下来的这个遗产问题上 你是什么态度 我认为父亲这个房子 就是给我的 为什么拿我带到身边 因为我是生个儿子 按照姐姐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那这边 弟弟这边呢 这个房子 我一直是这么说 上面的房子 就是给哥哥 其他我没有诉求 希望姐姐 在这个分配当中 适当地让一点弟弟 因为弟弟 也不是过得很好 是帮着哥哥来说话的 希望姐姐能够让一点哥哥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没有诉求 没有 你自己这一部分 没有任何的需要提出来 没有任何诉求 公家二弟主动提出 放弃房产的继承 原本属于三个人的房产继承纠纷 变成了公家大姐 和公家大哥之间的问题 公家大姐说 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 母亲一直跟着公家大哥 一家人生活 父亲当年留下的遗产 除了和堂妹有争议的 这套房产之外 全都在公家大哥大嫂的手里 就你们所发生争执的 现在你们要分配的 所谓的父母留下来的财产是哪些 就是一个三十一厅 一个三十一厅的房子 对 还有一点现金 现金是多少 现金是一十八万 再一个就是刚才之前的那套房子 就是这些 就包括那一套 现在在堂妹名下的 对 这套房子 如果有你们的份额 也是要拿出来分的 我跟大姐这里确认一下 是这些东西吗 不对 现金我觉得有出路 你认为现金有多少 我觉得有五六十万 五六十万 这个差距不是一点点 一个是十八万 一个是五六十万 因为我爸爸也留了 我妈妈的工资 跟底下的店面钱 这样加起来 就是大概的数字 因为具体我没管这个 我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数字 明白 就是现金和这个房产要分 其他的没有争议 对不对 对 我姐说的这个现金 我是相信我哥 我哥说是多少现金 就多少现金 明白 我相信他的人品 公家二弟全力支持公家大哥 关于父母到底留下了多少存款 公家大姐和公家大哥分歧很大 公家大姐说 父亲去世之后 因为母亲当时仍健在 遗产就没有分割 多年来姐弟之间表面上看 一团合计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父亲留下的这些遗产 如何分割 成为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除了房产和存款之外 遗产还包括一间改造的店面 店面每个月对外出租 当年他们的父亲刚刚去世 公家大姐就提出 要把店面的租金平分 结果遭到公家大嫂的拒绝 就是为了一点那个店面租金 她是说爸爸过了以后 那个店面要拿出来分 刚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母亲还在 这些钱都是她的 由她去支备 但是她姐姐就提出要分 就就吵 跟我大吵 大姐当时为什么会提出来 要分掉去 也没说分掉去 因为是妈妈的东西 我们没有权利 那当时为什么发生争执了呢 没有好大的争执 妈妈等你骑得晕过去了 还不叫大厂 你们谁能给我具体讲一下 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没有发生什么 他们要分 妈妈就不肯分 她说我还要过日子 还要养老 他们就说分爸爸那一半 她就说谁说 姐姐 我说就不用分 以后再说 她说我现在不讲 被你一个人独吞 上次吵架 我没查什么嘴 但是这个提议 是好像是姐姐提的 她说爸爸过世了 这个店面 这个钱要怎么分 我说我无所谓 大嫂说是这个钱不能分 跟我姐姐说 为什么不能分 是我爸爸的遗产 我们做子女的也应该是有份的 我也支持我姐姐这么说话 最后就是我说 妈妈的六百 我们三十 每一轮的两百 原来是租金是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块钱 就是就租金这一部分 对 店面的租金这一部分 你们达成了一个一致 对 当时你们提出来要分的 指的仅仅是租金这一部分 没有别的要分的 没有 没有 这个结果 我问一下姐姐这边 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我就是尊重妈妈的意见 因为东西都是妈妈的 你有权利炒吗 你没有去炒这个事 都是冤枉的 妈妈拿多少就多少 因为这东西是父母的 这是在爸爸去世之后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你们家的财产 还是在妈妈那边 妈妈还在吗 很明显 店面的租金纷争 虽然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双方心理上的隔阂 并未消除 矛盾之所以这么多年 隐而未发 是因为母亲当年仍然健在 父亲留下的遗产 也就没有进行分割 然而岁月如梭 父亲去世之后 又过去了十多年 母亲也因为年纪大了 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经常住院 在这种情况下 父亲留下的遗产 该怎么分割 时不时引发姐弟之间的争吵 妈妈住院的时候 她跟我大吵了两架 在医院里面 也是为钱吵架 她就是说我掌握了她妈的钱 她没得到 吃亏了 这个女人说法 不按照事实说法 在医院每次都是她提出来 我在那个情况下 妈妈在生病 我跟你提这个 那天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亲自在身边 我还没为妈妈吃饭 她说妈妈这样饱 累要饱 急着妈妈去抽筋 是你做人一上午坐在妈妈身边 是我坐在妈妈身边 就是你在这里 捞到妈妈在这里抽筋发病 就到新医院了 你这个人说法 不这样说法 妈妈生病住院 都是我两个人跑上跑下 她就是来一下子就走的 我两个人整个说妈妈 妈妈绝对不生气的 不好意思 我说起话就好激动 所以每次争吵也都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都是好多怨言在那里 老说我们住在父母身边 得了好多好处 他吃了亏 父母一直是你们照顾吗 一直我们照顾 从结婚到现在 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住院的时候 他们就来了几天 两个老人的照顾 都是你们两个人 对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我因为在外地工作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我会说 我这一份我可以不要 妈生病的时候 我就说大哥辛苦了 父母在生病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是出任意 我全力以赴照顾 我听明白 我没二话说 你其实想评分 或者多分 你也要付出 我们也付出了 只是多少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在身边 是吧 他有事我们就去 住院期间 他才来几天 我每个礼拜去来 你怎么一点都不说 你每个礼拜 你是每个礼拜就来 你是一个月难得来一次 公家大姐和弟媳 针肩对卖忙 遗产之称 始终是个绕不开的坎 今年春节期间 他们的母亲去世 遗产如何分割 就成了大家盯着的 一件大事 母亲的丧事刚办完 公家大姐和公家大嫂 又吵了起来 她说要平均分 男女平等 她说 我说不可能 因为我们付出的最多 她没付出 她就是白天在里去一下 晚上从来不在这里的 我没有说要平分 那你希望怎么分 比如说 这个房产是三分 我可以做四分 她多得一分 我的其中的一分 你的意思就是比例 你可以少一点 对对对 四分之一 大哥拿两分 你拿一分 弟弟拿一分 对对对 这是你的意见 这是我的意见 弟弟这边呢 我先问一下 房产我不跟我哥存 所以现在在房产上 唯一有分歧的 就是姐姐和哥哥 对吧 我们原来是这样说的 妈妈留的现金给她 那个店面三个人分 平均分 问题是她不满足 她要我们拿三十万给她 那姐姐这一边 弟弟弟习刚刚说的 这个分配意见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你要的额度是 房子要分四分之一 店面要分三分之一 然后现金部分 你认为应该拿多少 应该二十万 我姐姐啊 原来在我印象当中 我姐姐是相当相当好 现在我不知道 她有点钻在什么 钻在前沿里面去了 说难听的话 姐啊 真的我不想说这话 妈妈过世以后 然后我就跟她说了 店面给她 给十多万 她就要说 我要多三分之一 我问一下大姐这边 所以我很生气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你也不接受 我接受啊 要是店面过的我来 我接受 但是已经到了这里 就按这个遗嘱去办事 突然出现的遗嘱 让在场所有的人 措手不及 龚家大哥和大嫂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妈妈说遗嘱 有遗嘱是吧 就拿遗嘱出来啊 我们一直没拿出来 就是看看她的意见 你们是有遗嘱的 对 有遗嘱 我们一直没拿出来 就不想破坏这个情 情情 知道吧 妈妈写的这个遗嘱 她肯定是站在我这一边 我问一下姐姐 你知道有遗嘱这件事吗 不知道 包括他也不知道了 弟弟也不知道吗 包括信号给你 已经跟他说了 你不要争 你争再争 你就是十分之一 你就是吃亏的 遗嘱来的 我真的是不想拿这个东西出来 拿出来就没有走往了 已经跟他提示了 真的是没有走往了 你今天是带了遗嘱来的对吗 对啊 遗嘱走 这份遗嘱姐姐想看一下吗 想啊 龚家大嫂拿出了 他们珍藏多年的母亲的遗嘱 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 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这份遗嘱的出现 能够平息姐弟之间 纷争多年的遗产难题吗 遗嘱内容是 本人和已故丈夫 共有南昌市某处 122.93平方米的房屋一套 为避免今后产生纠纷 我特立遗嘱如下 上述房屋属于 本人所有的房产份额 包括我应该继承 已故丈夫的房产份额 在我去世后 全部由我儿子 大儿子 就是老大这边 个人继承 然后还有代书人和在场人 就是公证人的 两位的签字 这个是一份公证遗嘱 立遗嘱是2014年5月 根据这个遗嘱内容 大概在我们公女世界里 能够拿到多少份额 关于这套房产的份额 是这样的 结合这份遗嘱 首先 公家大伯去世以后 他的财产有一半 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也就是这一半的财产 归在座的三兄妹的母亲 所有 剩下的一半财产 他的三个子女 他的配偶 以及你们的奶奶 也就是他的母亲 五个人来继承 每个子女可以分到 其中的十分之一 现在公家奶奶已经去世了 奶奶继承的这部分 他的四个子女可以继承 也就是说 堂妹可以分到其中的 百分之二点五 公家大姐可以分到其中的 百分之一十一点六七 公家大哥可以分到其中的 百分之七十六点七 现场律师从法律的角度 将每个人应该获得的 遗产份额 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遗嘱出现 加上律师的分析 瞬间平息了姐弟之间 刚才还在面红耳赤的争执 姐弟们心知肚明 没有什么比母亲留下的 这份遗嘱更有说服力 那么公家三姐弟之间 能就此平息纷争吗 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找到了关键突破口 弟弟和弟媳 之所以不拿出这个遗嘱 他肯定是觉得 一旦走到法律的层面 好像就没有亲情了 我们为了不走到 这个遗嘱的层面 我们试着 在可商量的角度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说愿望是挺好的 但背后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们之间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彼此的信任问题 妈妈这么多年还有工资 然后应该不止18万 这都是一种猜测 都是对对方表现出了一种不信任 当我们表现出这种不信任的时候 可能这种敌对的态度就出来了 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 用事实可以建立基本的信任 就比如说 关于妈妈最后到底有多少钱 其实姐姐说的可能也不算 弟弟和弟媳说的也不算 每个月的工资花了多少 剩了多少 银行是有流水的 是吧 不要去猜测 大家把这个拿出来一摊 大家心里都清楚了 都有数了 不要用情绪去攻击对方 把事实往那一摊 你看最后这个遗嘱就是事实 一摊大家都没话说了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回避 不谈事实 而维持着虚假的亲情 有了信任 我们亲情才能生根 才能发芽 虽然我很理解 这个嫂子这边 大哥这边 是好心说 一旦拿出来了 那姐姐就得不到这么多东西了 那弟弟这份 基本上也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才不拿 那时至今日 你逼得我 那我就把它拿出来了 既然拿 那就等于撕破脸了 对不对 撕破脸那就好办了 咱们就按 一法一规办吧 这是嫂子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他也没错 那么显然按这份遗嘱 那弟弟这边也有意见了 弟弟事先知不知道这份遗嘱 事先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这是个挺关键的问题 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知道和不知道 那可完全是两码事了 对吧 对 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 你说所有的房产 你自动放弃 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所以呢 这个里边 为什么事情会走到今天 一主时至今日才拿出来 是制造所有矛盾的 一个重大原因 如果早拿出来了 那在此基础之上 你们在表达自己的态度 那就显得很有爱 但是这份遗嘱 因为没有事先拿出来 然后你们所表达的这种付出 这种谦让 在姐姐看来 那你们就是在争 如果按姐姐所说 依法依规 那遗嘱就自动生效 也没什么好讲的 那剩下现金的部分 还是那句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空间 其实姐姐那种算法是没道理的 最后剩多少就是多少 因为你不知道爸爸妈妈花了多少钱 钱这个东西是不能按照你的时间 顺序来算的 说每年赚八千 那二十年不就剩什么二十万 这种算法 那哪算得通呢 所以最后大弟弟和二弟弟这边 说爸妈的现金是多少 那就说明这件事情基本成立 因为这件事情没办法去算的 这个事情算不了的 那么现金的部分 这就是你妈妈没有放到遗嘱里边 留下来是干嘛的 是让你们之间去沟通的 沟通就能彰显出你们的情感素养和家族大集观了 这就是空间 反正十八万的空间 你们自行去表现 所以本着我们这个家族 发扬你们家老大 你们的父亲 有大爱之心的这个家族信仰 继而达成唐妹回归 让你们这个家族不因为这点财产 而导致分崩离析 这场遗产纷争的确错综复杂 复杂的原因在于 公家大伯去世的时候 公家奶奶仍然健在 因此他们父亲留下的遗产 其中有奶奶的份额 奶奶去世之后 她名下的份额 应该由她的四个子女继承 也就是说 公家三姐弟和唐妹 包括公家姑姑 以及代表公家二叔的公家二婶 都享有一定的继承份额 加上公家三姐弟和唐妹之间 还有一套有争议的房产之争 如此复杂的遗产分割 他们最终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吗 我的意思就是补肩到姐姐们 希望是怎样的 直接给我意见 我跟我弟弟说14万 加上店面三分之一 姐姐这边 不同意 最少18万 弟弟这边 不能这么分的 你是不同意全部给姐姐 肯定的 你前面是说 房产我放弃啊 我不是说房产我放弃啊 就是房产你放弃 对啊 现金部分你要分多少 直接说你要多少 我补这四万块钱 我全部可以给她 我一分钱都不要 全部给谁 给妹妹 你要这四万块钱给唐妹 你要把这个房子收回去 跟她一套房子嘛 跟这样跟我 我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 没关系 我们都每个人都有 发表自己这个想法的权利 我已经开口说了十万 是吧 那么或者我在网上再加一点 是吧 这是我的第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愿望 如果是说 就是说她坚持说 她要把这个房子收回去 那么就是说 给我一定的经济补偿 也是可以的 对 那你有没有一个金额 比如说如果你让出去的那一部分 你愿意十万多少 我可以加三万块钱 是三万 对 你拿回这个房子来 对对对 那如果是说 他们坚持要收回这个房子 你希望他们给你多少 我希望他们给我的也是一样的 刚刚唐妹说的这个观点 你们这边能不能接受 不能 不能接受 龚家三姐弟和唐妹四个人 每个人的意见都不相同 分歧依旧很明显 这个时候 龚家姑姑和代表 龚家二叔的龚家沈申公开表示 只要四个晚辈 今天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愿意放弃 属于自己的继承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 调解员李金平建议 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 唐妹公小妹提出 只要她能拿到 这套有争议的房产的所有权 关于奶奶继承份额的那部分 她可以表示放弃 你奶奶是后走的 那个那不是先走的 据说你奶奶当时继承 她应该是继承到 五个人二分之一 一个人十分之一 最终能拿到的金额 按照你 现在目前这样算 大概就是不超过五六万块钱 最多 律师徐建荣建议 唐妹公小妹 顺位继承奶奶的财产 和目前小房子的产权分称 可以做一个整体上的考虑 这样双方在念及亲情的基础上 就更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 唐妹公小妹表示 她还愿意在具体补偿金额上 做出让步 随后律师徐建荣又找到了公家二地 商讨这套房产的归属问题 徐建荣提醒公家二地 两套房产公家唐妹都享有一定的继承份额 如果要收回这套唐妹实际控制的小房子 四万块钱的补偿金额远远不够 就大房子里面的份额 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 要是我爸愿意过早就给他了 现在是我们不分气给他 但是说白了 唯一我觉得会有遗憾就是一个 如果官司一打 那彻底自立破碎了 如果他想要征这个房产的话 可以 我可以给他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唐妹和公家三姐弟之间的房产归属 和补偿金额达成了初步一致 随后 关于公家大姐和两个弟弟之间的遗产分割 观察员武运建议公家大姐 在尊重母亲遗嘱的基础上 双方都要做适当让步 处理父母留下的遗产纠纷 仍然需要把亲情放在第一位 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我们还是学会把这个感情 爱 亲情放到前面 我是肯定他们 原来他条件不好 我们都大力支持他 但是这边的话 有没有可能做一些退让 你的这么大的房子 一百多个乒乓 小弟是带了一套房子的 四十个乒乓 有亲情关系 我就拦得真 我就得最少的 公家大姐表示 她尊重母亲留下的遗嘱 同意父母留下的这套 一百三十多平米的大房子 归公家大哥继承 但在补偿金额这个问题上 她依旧不肯做出太大的让步 随后 观察员武运 找到公家大哥和大嫂 希望他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 在具体补偿金额上 适当做出让步 并为修复亲情 做出积极的努力 大姐也还是真的也有很好很好 对弟弟好的时候 我们多记那些好 人无完人嘛 这个亲情是抹灭不掉的嘞 大家真的要学会兵士前嫌 我们把这个大家心里面 那片阴云呢 给它驱赶掉 驱散掉以后 重见天日 你说这个事不解决 你心里总赌的话 对对对 多说一些有利于家庭团结的话 多一些问候 公家大哥和大嫂都表示 愿意接受观察员武运提出的建议 尽快解决好遗产纷争 多做有利于家庭团结的事情 就如何修复亲情 如何分割遗产等具体事项 观察员们和公家的三姐弟及堂妹 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 就父辈们留下来的遗产纷争 最终他们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吗 今天这场持续了九个多小时的调解 最后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我们从密室出来 也为双方拟了一份协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协议的内容 协议一共有三方 甲方是公家大婆家的三个孩子 分别是公家老大老二 以及公家的大姐 乙方是公家堂妹 第三方分别是公家的婶婶 还有公家的姑姑辈的 一共三方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协议的第一条说的是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确认 也就是公家大婆名下 位于东湖区金唐项某处的房产 这处房产由代位继承人 也就是公家的唐妹继承 唐妹一次性补偿给甲方 15万元人民币 第二条就是公家三姊妹 及第三方一致同意配合公家唐妹 就该继承房产进行过户手续 户户产生的手续费由公家唐妹自行承担 第三条 甲乙及第三方一致认可互相体谅 维护好家族的亲情关系 各方在今后的相处过程当中 经常的走往 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 怎么样 同意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先把协议签了 那大家表表态吧 阿妹 以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好的 今年第一个节日 过年初一 公家人 在我家吃饭的 欢迎你 好的 我觉得可能以后 我还是会更多的 有时间去融入这个家庭吧 第二份 协议一共有甲乙丙 还有第三方一共是四方 甲方是公家大哥 乙方是公家大姐 丙方是公家二哥 第三方的分别是公家的婶婶 还有公家的姑姑 以及公家唐妹 协议一共有五条 第一条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确认 位于东湖区南京西路某处的房产 各方一致同意 该房屋由甲方 也就是公家大哥继承 公家大哥要一次补偿给公家大姐和公家的二哥 各五万元 第二条 公家大姐 公家二哥 以及第三方均同意 就该房屋放弃继承权 并积极配合公家大哥办理货户手续 货户的手续费由公家大哥自行承担 第三条 公家唐妹继承的金唐像某处的房产呢 要补偿给公家大哥二哥 以及公家大姐三方的15万元整 那他们的父亲和母亲过世后 留下的遗留的存款 共计人民币是18万元整 那以上两笔款项共计33万元 公家大姐的18万元 公家二哥获得15万元 第四条 以上条款全部履行之后呢 各方不再争议有关的房产继承和遗留款项的继承问题 第五条 甲乙丙及第三方一致认可互相体谅 维护好家族的亲情关系 各方在今后的相处过程当中 经常走往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 同意 同意啊 有问题的话呢 先把协议签了 我们的协议也签了 既然都签了 大家也挺满意的 我看这家人现在这种状态挺好 说实话哈 我都觉得这个方案处得挺好的 照顾到了各位的感受 同时我也觉得挺公平 还挺合理的 我们多年存在的这个问题 得到了解决 我很高兴 谢谢亲白调解 谢谢这个工作人员 解决了我们这个多年来的这个老大难问题 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 问题解决了 心情爽了 再喝一罐鲜瓜椰汁 节目最后呢 我们会送上苏萨的生榨椰汁 自然新鲜 带回家与挚爱分享 我们今天的调解就是这样 下期再会 调解结束了 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遗产纷争 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张幸福的照片 记录了他们开心的时刻 也将翻开他们修复亲情的第一页 大家都期待着回到过去这个大家庭那种 其乐融融 手足情深的生活场景 诚然 亲情是难以割舍的血脉联系 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能够拥有家庭的温暖 亲人的问候 当利益的纷争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懂得取舍 学会退让 关照彼此 亲情的力量 才会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让我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